熊出没的票房怕是开挂了吧 从夺宝熊兵的2.47亿 到水里熊风的2.71亿 到熊星贵来的2.87亿 再到奇幻空间的5.21亿 接着变形技能6.06亿 原始时代的7.17亿 狂野大陆的5.95亿 最后到去年重返地球的9.78亿 除了20年21年代混因为某些原因 票房出现在些许下滑 其他的每一步都是在逐步上升 这部国民集动画到底有着何种魅力 大家经常调侃到 华强方特用脚做TV用心做电影 所以剧场版的熊出没就是亲儿子 首先就是电影主题了 熊出没的每一部大电影 都会有一个主题和内核 就比如今年的伴我熟心 熊妈妈时隔7年之后 终于也要和熊大熊澳重逢了 所以今年的主题就是关于母爱的人 而官方也非常细节 当年变形技的主题曲是愈可为唱的 马哈渝跳龙本 来年风飘雨又出 这一次伴我熊心的主题曲 也是潜于可为来演唱的 除了亲情的主题 还有关于同真的 关于友情的 关于梦想的 关于勇气的 关于快乐 那难道只需要做到这些 就能保证一部电影的成功吗 华强方特是真的把孩子们放在了心上 导演让动画师把镜头 放到孩子的高度 用第一视角来展示画面 让家长们看到孩子们眼中的世界 没错 家长很重要 动画电影不能只有孩子看得进去 而是需要做让家长也喜欢的故事 相信大家都有过这种感觉 在小的时候 他就是如果爸爸妈妈 愿意真的陪伴你做一件事 你就会格外的开心 看电影也是一样的 手出梦的爆火 虽然些许有点巧合 但是后续能发展成国民节动画 绝对是制作团队们